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梅森 难得将文三天赶紧把秋裤除了 今天讲女士秋裤 当然男子也见容 这件衣服给我的感受太深 读书之后第一次穿是前年去大城亚丁 每走直白米就迫不得已脱下来秧了 买秋裤主要考虑三点 舒适 保暖 耐穿 虽然大多数人买秋衣秋裤都是奔着保暖去 但是它们的保暖性很有限 稀释排汗透气更重要 我那条就是典型的不排汗不透气闷得难受 这期买了五个品牌 优衣库 网易严选 娇夏 爱慕 郡氏 他们哪些值得买 这是一条Heetec的紧身裤 不是秋裤 一般秋裤是内选的 不建议外露 更不会单穿 但紧身裤可以外穿 也经常单穿 既然是单穿的保暖需求必然比秋裤大 优衣库的Heetec系列有三种 轻舒暖 多舒暖 和高舒暖 它们的厚度以及成分不一样 保暖性也不一样 但表述都差不多 王牌保暖功能 黑客气温暖内衣 圆衣肌肤 西式发热 好像很牛掰的样子 其实是吹牛 气体液化放热出中物理之时 哪怕你用抱纸包住腿 包的那一刻也会感觉到热 只是放液是有限的 身体表面的水涨是放完就没了 Heetec刚穿的时候特别暖 后来越来越冷 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用纸包住都能放热 那岂不是个个都是有衣库 之所以能夜宵数万 还得有几把刷纸 第一把刷纸 它的成分结合 无论哪款Heetec 主要成分都是金轮 年签纪纤维 安轮和紧轮 它们分工不一样 但配合很完美 金轮负责保暖 年签责西式 G纤维防变形 安轮占加弹力 一般加热油的款式 才含有紧轮 越保暖的Heetec 金轮含量越高 越透湿的Heetec 年签含量越高 气体液化放热是有限的 靠液化还不如加多点金轮暖和 第二把刷纸是 织法特殊 36.5度的身体 将周围的空次伤温了 这部分空气 如果依次环绕着身体 不跑掉自然就暖了 任何衣服之所以暖 都是因为能锁住 身体周围的热空气 佣服如此 羊毛伤如此 Heetec也如此 Heetec的特殊织法 能在纤维间 创造出空气层 锁住更多的热空气 自然就暖了 第三 Heetec所用的 G纤维 4E型的中空结构 类似羊 能储存更多的热空气 这三把刷子 切意不可 那么这条打底库 就很牛吗 理论上是 也实际上并没有 这条多数暖 多数暖 熔面紧身裤 中等薄暖度 刚上市的时候 149元 搞特价 59元入手 里面加了熔 莫大尔含量很高 穿着时面料的轻肤感 及触感挺好 尤其是履肠的勇敢 滑溜溜的舒服 弹力方面 同样也不错 这么一小条 囊肠很大 对臀部和腿部的包裹性很足 然而 裤子的压力不够 穿久了会掉挡 这是知法结构 以及高达版至59的末大尔 结定的 垂感好嘛 摔摔的往下掉 而且 穿久之后容易变形 且起球异常严重 硬气好 算一年乐观点 穿一个月 裤子不够后 拉开之后更薄 17度的时候 单穿保暖性勉强够 室外有风的话会冷 没感觉到发热 也没感觉到很暖和 如果在广东以北 会冷得发抖 裤子仅有的这几条接缝 为防变形 里面还加了防变形的胶条 结果又厚又硬 坐下来 屁股下像垫着一条充电线 骑不了共享男车 对于铁肾酸八国性很强的裤子来说 当底最好有单独的一片拼接 转移接缝的位置 从而对当底有更好的保护 同时分散受力 不容易暴当 这条没有 好像它的裤筒内侧霉缝影响不大 整条裤子优点是面料舒服 但缺点太多 其中变形和起球尤其明显 透气也一般 平时穿的话很冷 活动一下热死人 北方的女同事穿过后 国际会一致恢复什么东西 考虑到59元的到手价也不能说什么 如果是149元 不建议购买 HITTECH的产品 我建议买上衣 不建议买裤子 哪里都是 如果要买冬天 我更建议作为秋裤穿 别单纯 想暖一点买高速暖的 保暖性会好一点 但也就那样 199元一点都不便宜 这是我分享优衣库到目前为止 最差评的一样产品 网易严选 连上衣一套169元 之前卖过99元 这是一条秋裤 看一下秋裤和景深裤的对比 秋裤有弹力 但不会像景深裤包裹的那么紧 从长分中可以看出 年轻多 衣服透气 保暖度一般 秋裤面料和T恤面料外观基本一样 判断优劣的方法也差不多 不管哪种成分 越好的面料一定越密 越饱满 松垮 僵硬 指颜色泛白的 通常不是好货 秋裤变形是很常见的问题 面料松垮 变形的可能性超过199元 这条的面料织得很密 它虽薄 但紧密度挺不错 也别以为就很耐穿 薄的正式面料洗久了变化是毫无疑问的 白日式安伦的弹力和刚才优衣裤的相比弱很多 在秋裤里面够了 秋裤不需要那么强的包裹以压力 面料外长是普通的平纹 有比较轻肤的棉杆 尽管没有棉 里长拉了绒 手感依然舒服 教育裤的绒是复合上去的 绒毛比较长 摸起来像毛毯 这条是拉出来的 薄薄的一长 这些面料比较薄和软 摸起来有点像羊羊 面料穿杆比优衣裤的好很多 暖和度不如优衣裤 厚度摆在这 即便在秋裤里面 它的暖和度也偏弱 网页介绍的薄暖黑科技是骗人的 之所以觉得暖 纯属是你的裤脚太宽 容易进风 暖空出去容易溜走 如果你平时穿的裤子防风效果很好 而且裤脚也不进风 会觉得秋裤一点薄呢 就用都没有 臀部是比较容易变形的部位 穿的时候可以试着蹲着一下 如果翘齿的臀部 那很快恢复 变形不需要担心 它现在还好 面料是150元产品的水准 裤子的接缝比优衣裤薄许多 面料薄 缝当然也没那么厚 不会觉得坐着充电线 除了接缝 腰头 以及裤脚里面的底线 尽量不要割手 和内裤一样 哪怕有一点点割手 都会特别明显 大家可以顺着摸一下 这条就割手 需要优化 穿着时 抵当需重点留意 抵当吊当 总录会卡大腿 它应该是贴合 而不紧勒当部 这条没问题 这条裤子就是一条很普通的气候裤 没有任何精湛的细节 有点是面料舒适度和品质感颇佳 缺点是如果注重保暖度 它不够 以及这里割手 耐穿性虽在同样厚度里面比较不错 但这么薄 这么薄 别指望能一直不变形 辣麻的面料也基本都会掉毛 掉多掉傻的问题 169元一套算是合理价格 如果99元的话那很值 胶下胶内都是资本下的互联网品牌 产品设计美观 色彩应用大胆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买家袖清一色都是拖 实属少见 买了两套 一套中暖209元 一套高暖249元 两者不仅面料不同 工艺也不同 中暖的面料薄一些 面盒底都拉了溶 底面的溶感比外面的强 触感也很舒服 高暖的面料比中暖的厚四分之一 表面没拉溶 底面复合了溶和浴衣库一样 论面料舒适性 薄的这条裂好 论保暖性 厚的这条裂好 两条的弹力都不错 观察下两者的成分相似 而又耐人行为 高暖应该精卵含量更高 年轻更少 但恰恰相反 提升了厚度 裤子稀释 透气性变差 需要更多的年轻来加持 可以理解 它不如同样厚度 同样勇敢的秋裤暖和 但它的透气性会更好 大家选购是 如果保暖性需求很大 它没啥紧张力 别选它 如果刚注重穿着舒适度 且兼备一定的保暖 可以选它 另外一点 它的面料泛白 面料染色效果不怎么行 拔的这条也是 只不过颜色较浅 不明显 可以看出两条面料的底子 都不怎么样 中暖这条即便不如刚暖的厚 可还是要比王毅人选的这条厚 厚了接近一倍 把暖性更高是必然的 舒适度相比 不分上下 王毅人选更轻柔 焦下棉杆更好 焦下两条裤子的腰头 都使用了明镜 大家特别喜欢明镜和武痕 样式好看 看起来也有档次 而且弹力也好 它比较宽 穿的时候 如果腰头刚好 跌在内裤的腰头上面 会不平 比较硬的边角 会刮腰 另外 明镜的轻腹感 也不如普通的包向巾来得舒服 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明镜和品牌 不建议买这类腰头 这两条一般 在工艺上 焦下厚的这条 所有的接缝 都使用了四针六线工艺 这是一种平缝工艺 接缝是平的 越厚的面料也有必要使用 那明显提伤舒适度 薄的这条 还是普通的锁边 一分钱一分货 两条裤子的底挡 都做了拼接处理 对裆部保护更好 四针六线的优势 在起处非常明显 平掌 没有一根凸起的接缝 这才是更好的保护 而普通锁边 只会令底挡更复杂 腰头和裤子的底线 不各手 没问题 脚下这两条裤子和网易 严选相比 穿着舒适度差不多 都挺舒服 表面看 脚下更显档式 保暖性也明显占优 工艺是其最大的优点 但也只表现在高轮款上 中轮款并没任何优势 而面料的底子不怎么样 穿着厚的品质衰选会比较快 耐穿性也一般 纵观如此 整体仰优衣 网易原先 当然也贵大只十块 209 249 有点偏高了 减350差不多 爱慕国内较高端的那一品牌 爱慕先生的内裤很值得推荐 这是一套得庸的款式 中板厚度 和脚下薄的差不多 299元 德勇这两年很火 它是德国巴尔公司 研发的一种功能性面料 一种加强版的金轮 比普通的金轮更暖更蓬松 类似冰霸 不是所有通常都叫冰霸 也不是所有的金轮都叫德勇 一般账品的德勇 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这条没见有 它是网易原选和脚下的结合体 网易原选的勇敢 疏远 亲肤排汗和透气 它都有 而且更好 还加强了厚度 及改善了底下个手问题 脚下的泛白问题 它没有 保暖度和脚下高暖的差不多 但它更薄更舒服 两个品牌面料的优点 结合在一起 显然更高级 腰头的相亲品质很好 腰头的效果完美 然而 并没有看到四针六线 都是锁边 只不过锁边的密度 优异刚才两个品牌 有缘度也很好 穿着不会感觉到不适 当不没有单独的拼接 可能是考虑到裤子 八国线不是太紧 没有必要 裤子的吸水脉 车在这里会刮肚子 尤其是顶上脉头的切割 裤子下白的做工较差 指口的宽窄很不美观 到处是线 有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裤子的细节 与做工还可以做得更好 四针六线也应该上 尽管如此 这仰是一条不错的裤子 舒适、保暖、耐穿性 都有不错的表现 和上衣一套299元 值得购买 要想再暖 得买更厚的 郡氏和后幕都来自日本 擅长女士丝袜 这条319元 是视频中最贵的一条 人家都是一套 就它和游鱼是一条 它里面的绒 是这几条里面最旁松 也是最舒服的 更重要的是 手伸进去的瞬间 刚才所有的都会觉得冰凉 唯独这一条是暖的 早上天寒地冻的 这点暖感真的太重要了 能做出瞬间的暖感不容易 这是它面料最大的亮点 长时间在室内穿着 裤子的拔暖度比爱慕的好比较暖 但它面料的密度很低 容易进风 在室外很明显 瞬间变冷 不建议单穿 面料似乎很松 很松垮的样子 然而 长期间穿着 臀部和膝盖 这些部位并没有变形 这两天天气干燥 手有点脱皮 不小心刮了几下 很容易祈求 长期穿的话会更严重 面料方面 瞬间的暖感比较出色 松而不垮的效果 穿起来轻松 其他方面都很普通 和100元的没什么区别 这么贵的裤子 我原以为 除了面料细节会很精湛 也并没有 首先 四针六线是没有的 整条裤子都是锁面 接缝歪歪扭扭 尤其是后挡 裤子抵挡 做了分辨拼接处理 接缝延伸的比较圆 穿的时候 贴着大腿内侧 走路的时候会刮 当底部刮两侧刮 保护了一处 而是伤了两处 必要性不好说 裤子的前腹 采用一片式无缝设计 少一条缝 更平复 频繁运动时效果突出 这是优点 如Lemon的Orderloid Place 系列都是这样设计 腰头 裤脚的底下 都不割手 没啥问题 但真情算不上精美 吸水脉 装在后挡上 一定会刮屁股 好在里面还有内裤 影响不大 这条裤子主要优点是 面料穿着的舒适度 好结构讲究 尤其是瞬间的暖感 但其他方面真的太普通 这么凶的面料 未必有几十元的那一圈 319的性价比极低 不推荐购买 五个品牌的具体参数 及特点如下 在每更大优惠的前提下 可以考虑爱慕和网易严选 优衣裤和交下等打折 均是不建议考虑 大家买秋裤的时候记住 想要暖 买厚的 精轮含量高的 有勇敢的 想要舒服 买年签 莫大尔含量高的 有软的 想要耐穿 买面料紧密的 暗轮含量高的 接缝首选四针六线 当底要拼接 底线不割手 内部没脉头 还有 不要相信黑科技发热 还是那点普通秋裤 或是一种辅助性的服饰 它给不了你强力的保暖 也给不了你极佳的稀释 要想这两方面都可以 最好考虑户外的羊毛打底裤 例如 是马屋 如果预算有限 对轻浮感不太看重 用普通的树干打底裤做秋裤 保暖和稀释效果也很不错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以上评价请个人观点 不过承认和买卖决定 十万对你们有用 马上就2022年了 希望大家在新的影片里面顺心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